你好 歡迎收看5月28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路易慧 花蓮在今天新增1326名確診 而中華十棒例行賽統一師 樂天桃園隊原本週末要在花蓮進行賽事 因為28號新增球員快篩陽性 隔離人數影響到負賽標準 賽事宣告延期 花蓮縣28日新增1326例確診個案 考量6月份疫情人處在高峰期 花蓮縣府急轉彎跟進其他縣市 宣布暫停實體課從一週延長兩週到6月2日 並銜接端午連假 針對5至17歲學子施打疫苗 目前為止有66.16%統一接種 將於5月30日至6月7日入校施打 另外28、29週末在花蓮舉行的職棒例行賽 因球員確診影響副賽宣告延期 那統一接種的比例是66.16% 那其中以國中端的比例最高達到了80.77% 那在這邊呢要提醒我們的學生跟家長部分 就是在學生呢入校之前呢一定要先進行快篩 那在快篩陰性之後我們再回到學校接種疫苗 另外呢我們也會呢再配發給學生一劑的快篩試劑 那在學生返校接種疫苗的時候會同時提供給學生帶回去 那作為之後我們恢復實體課程的時候使用 家長呢如果無法照顧或者有特殊需求的話 那仍然可以把孩子送到學校 那學校針對我們到校的一個學生呢 在午餐的部分呢會提供便當的方式 那孩子呢中午的午餐也不用擔心 那至於呢沒有到校的孩子是屬於經濟弱勢的部分 那包含了我們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或是家庭有突發因素 或者是經過導師家庭房市認定有需要的孩子 我們在暫停實體課程期間呢會採用發放餐券的方式 讓孩子呢可以到鄰近的吃住餐或者是超商呢可以去領餐 那不會因為說暫停實體課程的時候呢中午呢就會沒有飯可以吃這部分呢也是可以提供解決的 那除了上述的這個到校學生或者是為到校經濟弱勢的學生之外 如果呢我們學校還有其他需要協助的一個孩子 那這部分呢我們會請學校呢另外照冊 然後我們會提供請社會處提供相關的一個資源協助 我們的這個中華職棒的部分因為這個統一師有這個有球員確診 就是中華職棒的球員有確診 所以今天和明天的球賽都取消 那如果跟民友捐選拿到我們球派的兌換券 或者是有購買我們六大機構的我們的商品拿到的兌換券 都可以在下半年的統一師組場在花蓮球季的組場 10月4號5號來做球票的兌換 所以請大家那個兌換券不要丟掉 其實可以留著我們在10月4號5號還是依舊可以來兌換球票 這個權益憲政府會幫大家保留